開完國秀夜光天使班 行列的目的 是幫助留學家庭的嬰兒 在榜哈之後 有一個冰費安親和社長社 學校也會安排告訴 基督和社長客業 以及冰費提供暗餐 減輕家長的負擔 讓家長可以安心工作 沒有後果自由 野公班的嬰兒也很努力最正 在這裡 我們已經北有出 總統告有種的小朋友 讓人憑慰 但是辦門篩主會 為了鼓勵這些小朋友 已經連散三年 完全教育經費 給夜光天使班 今年再度結合仁愛獅子會 古都獅子會 永恆獅子會 國際獅子會 第十專區柯樹美主席 國際賽主會 已經二十一分區主席杜宜展 以及要來競選 第二副總幹的黃玉洲 共同來關心 免得孩子要努力學習 未來有年輕時要花開社會 來捐助開運國小的夜光天使班 還有舞龍舞獅 那麼我們已經延續了三年 今年我特別在邀請 我們的一些會長的同學 一起來為這些夜光天使 來幫助他們 補助他們不足的經費 協辦捐贈的單位有 永恆獅子會 春會獅子會 古都獅子會 仁愛獅子會 以及我們第十專區 還有我們的住區總監 而且這一次他特別 要來參選我們的第三副總監 那很感謝各位的支持 為了感謝眾三兄三姐的公開贊助 開玩國小校長李天旺 也會很感謝中 感謝三主會審心付出 非常感謝我們海南市 北門獅子會 吳會長帶領的 各位其他友會的師兄 師嫂 連續三年來為我們開運 孩子的夜光天使班 武獅戰鼓隊的贊助 八萬元連續三年喔 非常感謝 那對這孩子啊 都是大部分都是由弱勢孩子 組成的團隊 他們不但能夠透過這個 戰鼓武獅的訓練 能夠表現自己的潛能 能夠發揮肯定自我能力 那也呢 在夜光天使班 我們這個經費是用在孩子 夜光天使班的老師的終點費 還有他們的晚餐的便當 所以注入一股 很大的一個鼓舞力量 除了這八萬元的教育經費 拜問三主會會長 吳坤達和佛林周玉文 經加媽送給 夜光天使班的小朋友 一個人一個小包 一個人要努力達成 追求夢想 也希望三主會愛心行動 可以達到拋增音樂效果 讓社會上有很多人 這會關心教育役 待會是問張秀為 蔡鳳佛樂